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 Hager逻辑学里面的理念论 概念论 概念论 它又叫主观逻辑 其实它不能翻译成主观逻辑 应该叫主题逻辑 subjective logic 它应该叫主题性的逻辑 主题逻辑 是逻辑主题 概念我们之前说了 它是绝对 它是绝对者 认不出自己 它怕自己忘掉了 因为它下面就要进入到 自然哲学了 要创造世界了 它在创造世界变成客观自然之后 它会遗忘它自己 它遗忘它自己 它要重新回忆起来 重新认出它自己 它就要通过概念 概念是它自我识别 自己回忆起自己的 就是 你可以说它是它的主题 或是它的主题 subject是其主词 是它保留下来的一个个 一个概念就是一张设计图 这张设计图让它认出 它自己所铺设的这些环节 所以概念本身是 我们说是绝对者 它的一种具体的一种存在模式 它是一种具体的 具体的 因为 这个存有论到 本质论 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具体普遍性 然后再到这个概念论 到概念当中 它就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 具有一种具体的普遍性 三刀论的第三个环节 自在自为的一种状态 具体普遍性 它在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认出 是它自己的环节 是绝对的环节 是它自己的环节 是一个现实的环节 所以叫具体普遍性 每一个环节都 它这个概念就是帮助它认识到 这个环节是我的环节 这个环节是我绝对者 自我展开的环节中的一个环节 一环 所以这个环节呢 它都变成一个主题 subjective 主题性的逻辑 比如说 概念 什么判断 三端论 理念 什么生命的理念 乱七八糟的 绝对理念 就投资它主题 也就是这些东西呢 它都具有 它效果上 这些东西都具有主观的确定性 主观的明晰性 主观的明确状态 并且还具有一种 自动发生出来的 自我规定的 到了生命啊 然后到绝对理念 就是说 这些概念 它都是清晰的涌现 它有其他 它有它自己的清晰的内 清晰的边界 然后自己涌现出来 自己冒出来 概念是自己冒出来的 自己冒出来的 所以它是 它的主题性的逻辑 是逻辑的主题化 逻辑的主题化 逻辑的主题化 它自己把自己 现在我 这个主题就是 这是绝对理念论 绝对的观念论 绝对观念 或者绝对者 绝对观念就是这个 这个主题逻辑 或者说这个 概念论的最后一个环节 它的发生学的基本单元 就在这个意义上讲 到了这个逻辑 发生出来这东西 才能叫做 理念论 就概念论是从 actuality 扬起 本质论最后环节 actuality那边扬起过来 现实性那边扬起过来 它是个自我发生的现实性 它是 它是它的发生学的基本单元 是它涌现的基本单元 它涌现出来就有清晰的边界 这些一个个清晰边界 一张张这种基本的设计图 就是概念 这设计图之间的关联 它们次第 它们的次序 就是判断 you understand 那我们要 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要把它翻译成主观 把它翻译成主观 这个观子是错的 如果翻译成主观的话 这个观子依然是停留在谢灵费希特哲学 早期谢灵的和费希特 晚期谢灵也离不了 费希特哲学的理智直观 不能用观子来把握 它不是看的 不是观子 它不是观 但是它是认出它自己 我们用的隐喻也要说认出它自己 认识 认到认识到这是我自己 我是我自己 它不是那个理智直观意义上的看 也就是在这里 黑格他用的辩证法 就已经不是理智直观意义上那种 主体客体 然后通过观看的方式 观看形成 形成那个纽带 然后他就不是理智直观的辩证法 或者就不是自身辩证法 在这里运用的不是自身辩证法了 不是自身性的辩证法了 因为在这里 在这里绝对者 它的自身发生了分裂 它绝对者的自身发生分裂 绝对者的自身性 它的自身发生分裂 它形成了绝对者自身 和它的这个概念图之间的一个分裂 和它的模本 副本 我们用模本吧 和它的模本之间的一个分裂 这个模本就是概念 这个模本就是notions 这概念 它是分裂的 这种分裂第一次啊 这种分裂第一次 就是你这个自身辩证法 玩了玩去 实际上还是个唯我论主体 说穿了 你就是线灵再怎么玩 你还是个唯我论主体 除非它晚期间里用疯狂 用病理化 精神病理化做模型的 这个这个绝对者在这个 这个理念论里面的自身 和模本之间的分裂 它实际上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导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导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因为马克思主义里面的 不是绝对者哲学 不是绝对者观念论 不是绝对观念论 绝对者 the absolute the idealism of the absolute 它不是绝对者的观念论 马克思是有限者的 有限者的辩证法 他是有限者的啊 他的辩证法是有限者 始终是以有限者为 基要性的 本体论主轴的 当然马克思哲学很差 他没有没有没有理清这一点 他没有他自己并没有理清这一点 他很幼稚 就是说在184那个 这个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啊 他只是讲清楚了这个 呃 对象性 就是我们叫他的对象间性 interobjectivity 他自己没有提出这个词 是我概概括的啊 你如果想看我对于他184 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 你可以到一个不存在的网站上去看 Y字头的 也不存在网站上面去看 他他理清了一个范式 就是用这个对象 object 对象 对象是可以 我们勉强可以说 它是个本质论的环节 它是个本质论的环节 然后他用的还有一些 就是其有点康德主义的官能说 有点经验主义的 或者法国实证主义色彩的 那哲学并不是非常矜持 但是总的而言 马克思是有限者 有限者受局限者 因为他在184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的这个 有限性是很很明显 就是缺失匮乏 渴望 渴求 是连结起这些客体之间的关联的一个 我们不说本性的规定哪 只是他内在的缺失 内在的匮乏 是他的动力 或者说是他的根据 我这次说这词都把他把他本质论里面还起 所以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讲 看看上去他的哲学好像停留在本质论的 但是不是的 但是不是的 他事实上是理论论的这种 绝对者自身及其魔本 也就是概念 作为一个基要模式 作为一个基本模式 只不过这个模式被复数化了 不仅仅是理念劳动 这个魔本本身是个理念性的劳动 理念论就是绝对者的劳动 是他的观念的生产 观念性的再生产 自我增值 他不是资本性的增值 是自我加倍 是一整个完整的复制 一整个非常仓促的 但占半本书的 完整的一个复制 那么这是某种劳动 但这种劳动呢 马克思就给他说 这不仅仅是理念进行这种劳动 手脚眼睛鼻子 身体肌肉神经 什么所有的现实物质 各个层面 只要他是个对象 他都参与的这种劳动 都进行他一整个 他自己的完整的劳动 所以在这一场 马克思的1840 经济学哲学首稿 有点单子论的意味 折射性的 就彼此彼此这样映射的这种关系 有点这个意味 但他也是一个 德意志哲学的一个传统 我们在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说 we have to understand 就是 黑格尔的这个 我们一般称之主观逻辑或理念 他这他的理念啊 他就是实际上是 是挺无力的 没办法 因为他到后面的自然哲学 他就是后面创造这个世界 这个绝对者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要遗忘他自己 他为了不让自己遗忘 他只能寄希望于留下痕迹 寄希望留下痕迹 我们还记得他本质论的最后的 那个辩证法当中的局语 我们要一起记得 就是普遍特殊和个别 普遍特殊和个别 那么到了这个理念论里面 就变成普遍个别和特殊 后面两个位置颠掉 颠到了 颠倒了 他他所代表的是 他重新整治其理论范式 这种无力 个别性和特殊性之间 熟现熟后的一个问题 Invisuality and particularity 他们都是 我们都是用英语在思考 都在用英语在思考 不在乎 不要太在乎这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要真的要思考 什么德语英语这种关系 又来普遍性个别性的问题 那我们作为行动者 我们要在这里看清的是 一种迷思 这个迷思是非常有意思的迷思 非常有意思的迷思 它实际上是代表得意志的宿命 得意志这个民族共同体 哦 singularity 不是individuality 而是singularity singularity singularity 这一支民族 就是他对于他的资本主义 天命的不可为力 他这个事是把自己看成是科学书的呢 还是看成这个单个的 对不对这个问题 在其 在本周论的环节 他把他看 把自己看成就是个别性 singularity是最高成就 那么再到了这个 理念论或者概念论啊 他的特殊性到达到达其最最高成就 最高成就 最高成就 这里就是这个特殊性 就是我们也尤其还有在考虑到就是说 那么普遍性什么时候抵达他的最高成就 普遍性 就是当他成为自然的时候 当这个理念最后绝对理念成为自然的时候 他既遗忘了自己是一个个别的理念 也遗忘了自己是个特殊的理念 他就直接的成为一个不经毒 不加以反思的一个自然 没有反思 没有思思维活动的一个自然 nose 没有自身 自我指向自我关照的一个思维活动 那么这种状态可以说是普遍性的状态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 就是 为什么世界是这个世界就是那个神正 神正论的一个问题啊 自然神的神正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何世界是这个世界 为何世界啊 是是这个世界 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 莱布尼茨解的就是他是 多个世界里面最好的 多个世界里面最好的一个 这个解答就是凸显出特殊和个别的矛盾 明白吗 人家问的是你为什么是这么 such a special such a particular word you tell it's a singular it's one of the many words but it is the best 他只是一个best 那么人家其实就是想问why there is not better 没有为什么没有更好的 他说it is best 放屁说废话 就是在黑格尔的这我们我们 我们找到一个真状啊 我们用真后阅读法 我们找到一个真状 黑格尔的本质论末尾和这个理念论的开端 我们这个特殊和个别 singular 单一的 但不叫可以翻译成个别 可以翻译单一的 这一个单一的和 它不是这一个 说这一个就已经是particular particular one singular and 单数的 它是在背后就是神正论这个问题 神正论这个问题就是来不利子把它偷换了 偷换了 来不利子会说这是单一的一个世界 就是有好多好多世界 有复数性的一个世界 这是单一的 这是最好的一个世界 这是那么多复数世界里面最后做一个 一个最好的世界 反正就这一个 但是这告诉你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there is only one word this is the best because其他那些东西they don't exist 不存在不定在不出来存在 他们连定在那种和谐都没有维持 连预定和谐都没有维持 你大致明白啊 你大致就明白了 就来不利子思路啊 他是用这个单一性来替换掉特殊性 人家问的问题是妈的 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特殊的世界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世界 而不是其他的世界 来不利子回答说 我操那是因为是这一 这是一个世界 这是无数个 最无数个世界当中的一个世界 但是一个只要他是一个 他结成其一个性 结成其一个性 他就最好的 那些未能结成其单一性的 没有能结成其单一性的那些 就是最更挫的更差的 因为他们连预定的维持其单一性的力量都没有 在这里偷惯了 那么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 其实说最后 黑格尔的立场是 其实是这个矛盾 就到了理念的末尾 他就是不辩护了 就不讨论的 ignore it 我们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说 特殊性什么时候被摆到了目的上面 那就是自然 绝对就变成自然 自我遗忘 他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我他妈是一个还是两个 怎么怎么 this is this is a universal this is 这就是普遍的 the world exists the world 那么这个世界呢 他就是说 没有外部性 你出不去 也没有内在性 他不进行自我反思 他就是普遍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是一个荒芜的普遍性 荒芜的普遍性 那么 我们在哲学上探索这些东西的目的是 是要去思考一些东西 就是说 就是很简单 就是哲学啊 它是深层次的 尤其是在其细节当中 魔鬼在于细节 在其细节当中 适合这个 呃 民族共同体的 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政治命运 其实是政治和经济命运啊 政治和经济命运的 自我反思 自我把握 和不得不面对的那种精神状况 是息息相关的 从细节上 从细节上 我们就举了一个黑格的例子 觉得黑格逻辑的例子 其他例子就是根本就讲了 如果我们要叫行二上学 导论海德格尔的书里面的例子 非常明显 什么什么甚至德里达阿的例子 we don't have to 我们不想去掉书带啊 去举这些例子 相当无聊 你就看哲学史家 哲学史家都有相对不同的一个解答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呃 作为行动者啊 作为我们这些人 你不一定一定要仅仅是 从哲学当中去挖解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哲学精髓就是这个 除此之外不是 除此之外 那个对于什么整个本体论如何构造 里面那些花活的技巧 那东西不重要 根本不重要 没用的 没用的 对于你的生命形态啊 你的这个 社会行动网络的扩展啊 别人行动能力提高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就是挺多是和布尔乔要谈资的而已啊 那我们就说 与其那么迂回 你不如现在请你直接面对民族共同政治 政治经济议题啊 他的命运 have to face it 特别是就其实就今天了 50个点 啊50个点 50个点说不定把苹果都拍烂了 说不定苹果都给他拍烂了 我请我请问你这个时候你再回去 长篇累读的学哲学 其实就是说有点 你如果你年纪很小可以没问题啊 这50个点拍下来 这50个点拍下来 我不确定啊 我不是预言家 哪怕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我也没有没有资格预言 那这50个点拍下来 立刻叫缩表 再加上那边战事 you understand we have to face with it 但是你你是个小朋友 你没有钱 就是没有个什么 几十万投入在外面 或者说你没有息息相关的劳动 工作就就有可能这个经济动荡 饭碗不保 你没有这些忧虑 你继续玩你的哲学游戏啊 我们我们 我现在不再和你谈讨论 I am not talking with you at this time 我这个时候 at this moment I am not talking with you 我没有再和你说话 I am not speaking to you 我是在和一些就是说 你就已经在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了 明白 你你你你做的决策 你说的话就开始有人听了 就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说 就是赶紧要 要从某种程度上请你啊 要尽量从哲学当中要出来 从哲学中出来 经历这些大风大雨 他可能是今天或者明天 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算啊 美国什么东部时间什么什么什么 我操我不知道几个小时啊 加几还减几啊 我当年弟弟还扣满分的呢 我跟你讲 you understand 我我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把关注点拉回了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今天还有一个什么大风吹不倒的 写给什么一封信 青年的一封信 大风吹不倒 要是大风吹吹不动的人 吹不倒的 吹不动的 你搞笑 你这个大风是什么大风 这个50个点我告诉你 好大风啊 这种东西都是 老年文青的自恋啊 老年文青的自恋 自恋话语 我们十四球是讲 无数人要被吹倒 大风吹不倒 你男的 你父母就吹不倒吗 如果说就是 就是有比较 经济比较坐进健走的话 吹不倒吗 不可能吹不倒 而是说 而是说 you have to understand 要么你 投入实在大潮 成为风的一部分啊 成为风的一部分 要么 要么 怎么样 保护我 你就 请你 请你倒下啊 请你倒下 我们就请你倒下 顺应客观 历史规律 请你倒下 那说说大风吹不倒的人 吹不倒那些人是什么 小布尔乔亚 他只可以 从 他有政治性的东西 哪怕这个经济秩序都乱了 但是他的什么学术资历啊 文化界的影响力啊 我靠他的身份符号啊 这东西还能让他有饭吃 还能让他有饭吃 明白吗 或者得个什么奖 这奖吃一辈子 西方世界的一个奖 让他吃一辈子 那我请问你就是说大风吹不倒 那那些 大风很容易吹倒的人 请你拿它怎么办 我们就是说 请你 请你倒下趴下去 帮助他们 啊 帮助他们 尽可能帮助他们 被风一吹就倒的 请你尽可能去帮他 小孩学生 你就算了吧 小孩学生你反正是你爹妈 匍匐下来把你护着了 你这个小二人在你爹妈的回报里面 你好像还站着呢 你真不要以为你是大风吹不倒 是你妈你爸每个月给你一两千块钱 生活费让你 啊 在一起收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收费让你吹不倒了 你们说这种吹不倒都是非常嬉皮笑脸的 你知道吗 啊 要大胆的 要大胆的去想我倒下怎么办 你就想倒下怎么办 我希望你们在倒下了怎么办啊 怎么办 工作没了 学问文几据贬值了 家里面的经济支柱倒了 父母不能够给你那么多钱了 甚至他开始负债了 请你们好好想想 倒下了怎么办 在你劳动环境当中如何去周旋 如何去面对 我不知道穷凶极恶啊 或者是对你 也不说翘鼓吸髓啊 或者说至少就是 会在某种程度上欺负你 或者说 啊 就是那种人 你都如何去面对他们呢 喝这个老年文青的鸡汤 没有用的啊 Useless 请你这个时候 像 真的像历史上的人物学习啊 像真的像历史上的就是 像劳动者学习 像你的爸妈学习 这个历史是你的生活史 生命史啊 生活史 你你所听到的那个大人物的故事 只是你的生活史当中的一个收音 收音电台的节目啊 你生活史当中 请你向你的父母学习 请你向你身边的劳动者学习啊 请你向那些在苦代当中 还依然砥砺前行的那些 活得很不容易的 他们向来是逆行者 不是说一定要什么大的什么情况发生 才有可歌可泣逆行者 向来就有逆行者 如果你是一个底层家庭出生 你爸妈始终是逆行者 他们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 克制自己的什么病痛 对他们折磨啊 就是战胜的这种 还有疲倦啊 其实还有失望沮丧 那还给你一个 可以有幻想 可以有尊严的一个 家庭的环境 向他们学习 不要像这种老年文青学习 有什么好学的嘛 西方的一些文学评论家 给他扣 就是卖了 也不叫卖了个帽子 就是发个帽子给他吃一辈子 那这种的 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啊 倒下了怎么办呢 这种 哎呦我真的顺风顺水顺得太狠了 我再强调一边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 就是说 哲学或者说文艺这些文艺啊 就是无根之水 无缘之木 哎呦无根之木无缘之水啊 但是呢 他在某种程度上都折射一些时代性的 越是了不起的 他当然可以有点折射的力量 但是错位的 他没有那种很快的反思力的 哲学没有很快 你叫我现在按照现在的现实 请你构造我以哲学体系出来 告诉你 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我指数对指数资本主义的批判呀 符号学 那这个也不像哲学的 其实非常精细的意识形态学 那已经不像哲学了 你光学哲学研究本体论的 黑格尔的环节 一个背的门牵人前后关系 都理解特别清楚 想象自己是个神 把这宇宙全创造出来 把整个有益的叙事史 整个精神现象 精神形态 发生进化的一些过程 全可以自己运私把它变出来 没有用的 You see you understand 没有用啊 你们在这个时候 我就强调一点 我不是今天不是来给你们发东西来 让你们开心的过节的 呃 这现在就是分 是个严峻的挑战 昨天这个什么还闪崩了一次的 说是欧洲的股市都闪崩了一次 8%一下子崩下来 说是技术性调整 很明显不是啊 很明显不是 非常明显不是啊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 啊 啊 Mariupo 又他吧 又开始猛攻了 就是本来说放30个人制出来 就又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我也不懂了 我前期来我俄语那些战报也看不懂了 不懂了 不管了啊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就是 这哲学这个东西 你到了60岁 你开始在学吧 啊 你而且你很多人没这个天分 没这个天分 其实不是你没天分 而是你没有那个斗争的张力 还有那种那么多的灵活的斗争的策略方法 你没有掌握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个很好的一个战术大师 那你 那你让你去当上帝 你可以 你可以比这个黑格尔的上帝 黑格尔绝对者 玩的花活还要多 好了 那就讲到这边啊 希望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 这个可能 后面五月份的一天一个样的 就局势一天一个样 要要要要要要 要 不要回到哲学的 不要 不要回来啊 不要回来 不要回到哲学的港湾里面来 don't flip back to philosophy 不要逃回来 flip back don't flip back 现在给你们发到哲学理论武器 思想武器是要你们直面社会的 不是让你现在又回到我武器 店 店铺里面来 我靠 说是个我出了这个这个场景 就要被怪欧死了 我靠 那你被怪欧死刷新了重新复活 再去面对它 你就或者说出去想办法怎么开这个团呢 你跑到我这里来 no you understand 我可能我现在 我现在也是在拿理论武器哲学武器 在面对我自己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you have to be brave don't flip back to philosophy 啊 对了sophia 不要不要逃回爱智慧啊 这个时候千里运用的智慧 use your use your use your sophia 用你的智慧好吧 那就讲到这 啊 拜拜 拜拜 咳咳